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看到近日,你可以看回控幅图 在1月3日之後,真的升到你不相信 現在說的有點遲了 當時沒有很大機會詳細分析 你問我,今年我覺得回控是有機會的 為什麼呢?你將回控整個營運拆開 我知道時間不夠,我想講詳細一點 第一,就是所謂的利息收入 第一,利息差裏面,就算美國家人息都好 都會維持高位 第二,香港也好,特別是香港 明顯地的信貸需求會慢慢,如無意外增長 所以理論上,所謂的利息收入是不需要太擔心 第二,就是去年跛了一腳的非利息收入 隨著今年,你見到投資市場比較暢旺 明顯地,非利息收入,即是佣金收入都是提升 第三,就是撥備,理論上應該不會太大偏差 所以今年來計,其實銀行股業績應該有一定的憧憬 但問題是甚麼呢?當匯控在一月中 在一月初是在做大概$47-$48 現在在做$56 你說我遲了,但真的有點蝕張 邊商我就會覺得銀行股基本因素來說 其實是有一定的憧憬 會不會在今年生育時間,如果大市也好 又或者匯控也好 再有一個下跌的話,可以到時做一個吸納 我特別想說的是派息 今年是有機會回到玫瑰派息 另外派息的幅度 派息的金額,市場是估計很激烈的 因為當你的盈利是提升了 如果派息保持不變的話 基本上你的金額會大幅提升 這件事似乎在零售市場就少人說 亦未先派線,所以我想香港銀行股 今年其實是可以留意的 只不過短期真的太可怕了 這可能是稍後時間大家可以待在待的其中一個行業 不一定要炒科技股,不一定要炒生物科技股 因為其實如果大家相信一個板塊輪動的話 接下來市場再升,當然會慢一點 22000樓上其實都會升了很多 但再升是否仍然靠那些東西呢 還是內銀呢?內險呢? 我見到的似乎是後者 未來,IT&NET中版 HVII股票報價系統 幫你洞息大局捕捉投資先機 立即申請